今天開啟的是 暗戀那件小事 美極一分享 我今天要去看牙醫了 所以你也看不到帥哥醫生啊 你配什麼 然後我這幾天還搬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搬到快累死了 辛苦你了 再多搬這次吧 搬家會不會熟 會吧 有運動啊 我從一個原本不用爬OT的地方 搬到了一個每天要四層樓爬來爬去的地方 你說是何苦 那我覺得你可能到最後會直接睡在二樓吧 你是說每天就懶得上樓睡覺直接睡二樓 對 因為我對你的了解 我們今天要聊暗戀 那這些是 對 我們是不是到了這個年紀其實很少會去暗戀一個人 好像都是青春期啊 然後年少的時候比較會產生暗戀這種心情 不一定吧 只是年少的時候就是多了一份青春感 喜歡那種曖昧 然後 對 我覺得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之前那種也沒有曖昧欸 就是淺淺的感覺 好像是大了之後才會那種就是 那叫什麼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鵝魚我炸 不是 大了之後才會有那種 曖昧 就是那個 嗯 曖昧 但是就是年輕人那種都是那種 淺淺的 戀愛之類的 我覺得曖昧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是互相喜歡的吧 也不一定是互相喜歡 就有些人只是喜歡曖昧的那種感覺 這也是讓你受盡委屈欸 對 楊承玲 楊承玲也是我們的青春啊 喔 牠還是我的貓呢 承玲 你不要講 等一下你被他的粉絲揍 蛤 我有一隻貓叫承玲怎麼了 喔 還好吧 你跟大家講為什麼你那隻貓叫承玲 你跟大家說為什麼 因為我的那隻貓牠的臉有一顆痣 真的就是一顆痣 然後 然後就是長得也蠻可愛的 所以那時候就 剛好我不知道幫牠取什麼名字 就想說欸 牠那邊有一顆痣欸 就叫承玲好了 很隨意 真的是 取名通 不過那隻貓也算是你領養回來的 對吧 嗯 去受醫院然後看到牠就領養回來 你領養了楊承玲欸 沒有 牠是承玲 牠不姓羊 牠不姓羊 牠姓 我不要 我不要隨便透露你的姓思 差一點點 我差一點脫口而出 我會把你逼掉 哈哈哈 牠是B B 陳林 好 回歸成長 我們今天要聊的不是陳林的暧昧 而是暗戀 今天不是要聊陳林的受委屈 今天是要來聊暗戀史 你第一次按电视是什么时候 诶 我也正在问你 我有默契啊 莫名其妙的默契 没有 我要看哪个人是时间比较早 就先说啊 应该是你吧 对对对 为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 我是国小 哦 我是幼稚园 对啊 所以你赢了 你说吧 为什么我会在幼稚园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太早熟啦 如果从幼稚园开始的话 你确定是暗恋吗 没有 我也不确定 那我就讲出来 然后大家听一听就分析看看 我其实就是从幼稚园的时候 就很外貌协会 就是我每一个阶段 就是幼稚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读社会什么的 反正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我就会挑最帅的那一个 然后就暗恋他 所以今天就是 就是到一个某个地方 就是你都不认识 但是你看到一个最帅的那一个 你就会 就会直接喜欢他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暗恋啊 就是会很崇敬崇拜 喜欢他的外表 欣赏啦 不要讲这样 就是欣赏他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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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真的要到暗恋的那种程度 就还要看他之后的行为举止啊 然后他的性格啊 对 然后再去考虑 要不要真的进入暗恋 是这样讲吗 哦 哦 好 反正就是第一眼一定 就是先注意到那种 外表交好的 那我们这是外貌协会 小羊 小羊 我不是大爷羊 要去收起小羊 帅气的小羊 他是小红帽 小红帽 奶奶来了 哦 好 所以幼稚园看到的这只羊是怎么样 就是也是 就是帅啊 哦 幼稚园就看得出来他很帅 对 其实幼稚园很久远的 我们都多大了 你真的要我去仔细的说 我那个时候到底对于他是怎样子的一个 暗恋的状况我都忘记了 我都只记得真的每一个阶段 但凡我换了一个班级 或是重新分班啊什么的 我就是已经第一眼先扫描 全班男生的外表 然后去挑一个看起来很帅的 然后就 哇 他好帅 多话题 那这样我就想要知道 那国中对你来说谁最帅 那个时候 不是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聊国中的话 我是要直接讲他的名字吗 我在不能逼掉 我把你逼掉 你逼掉 我不是你 哦 好吧 那 我先说我国中换了好几个 不然你先把幼稚园那些说掉好了 因为我幼稚园暗恋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件很白痴很好笑的事情 我幼稚园 我喜欢 我要说喜欢 随便了 我喜欢的那个男生 他有一个很要好的 就是女生朋友 幼稚园而已耶 但是他们就是很要好 然后他们两个总是一起行动 可能他们本身就是朋友吧 那种时候其实也不能想太多 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他们就是什么朋友 但是我就会很羡慕啊 我就羡慕那个女生 为什么总是可以跟他玩得那么要好 我就是没办法 我连讲一句话 跟他讲一句话都很难 可能就是性格差太多 没有办法玩在一起 而且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子讲话 好像很陌落大方 看看有个谈 但是我到国小四年级之前 好像都是那种很内向 然后慢熟的人 好哦 我是感受不到啦 那没关系你继续说 你说感受不到什么 感受不到什么 慢熟的话很少之类的 我就说国小四年级之前 那个时候你认识我是吗 我 国小四年级之前 好吗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难跟他去认识 收落 然后我就有一天 我脑袋转了好多画面 然后我就想说 等一下要去他面前 然后这样子做了之后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我就一直想 嗯好就这样就这样 因为那天 妈妈帮我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裙子 然后 我就走到他面前 突然做了一个那个 公主要跳舞之前 要做的那个蹲 蹲下来 然后敬礼的那个动作 你说 拉着裙脚 然后围蹲的那样 围蹲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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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脚趾头扣顶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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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羊怎么了 诶 不过他还蛮 蛮OK的 他就是 就是 看我做完那一系列的动作之后 他就笑了一下 一笑 哦 好尴尬 对 肥尴尬 啊笑了一下然后呢 就这样 那你呢 我就脚趾头抠顶的 走回自己的座位上面 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全班 全班都在的 状况下 哇 你好有勇气哦 有 梁静如 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哦 那个时候梁静如还没唱勇气吧 唱了吗 我来收一下 人家还没啊 幼稚园那么小 我还要笑 然后我想到 我幼稚园暗恋了两个人 他是其中一个 蛤 你那么快就换目标了 是因为他不理你 所以你换目标吗 不是 中班跟大班 哦 又换一个班啊 诶 可是不是都是一起升上去的吗 没有诶 我们那个时候有分班 哦 有在换一批同学 嗯 好 那大班之后呢 然后大班就换了一个 然后那一个就是 诶 那一个就是 跟前面那一个感觉 是不一样的 虽然他们都一样长得蛮帅的 但是 我刚刚讲 我在他面前做蠢事的那一个 他长得就是很 白白净净的那种王子 然后很温柔的那一种 但是后面那一个感觉就 幼稚园了 幼稚园我哪知道那么多 都是我自己在脑袋里面 那一个他们家的 你给人家脑补成王子 是什么 对 这都是王子 我那个时候迪士尼公主室的卡通 看得真不错 笑死 但另外一个就不是 另外一个就感觉比较酷酷的 嗯 然后那一个我有成功跟他成为好朋友 然后 可是有一天老师又 那个办了一个互动的活动 然后 我就有点尴尬 就是我以为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老师那个时候就全班 其实讲了一个朋友的故事 然后就打算全班一个一个这样子 点名 然后站起来问说 谁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呢 你想出来的那个人就会站起来 然后老师会再反问他 哦 那所以他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你承认 然后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 然后呢 就会问这种问题 于是乎呢 到他的时候 他就站起来 然后他说了另外一个男生 是他的好朋友 然后那个男生就 嗯 对对 他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哦 没事啊 男生讲男生 那OK 没问题 但是点到我的时候 我一站起来 我就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 结果呢 我就看到他 愣了一下 表情很惊讶 然后站起来 老师就问他说 哦 所以 那个 你这样是你的好朋友吗 然后他就 嗯 嗯 哦 可是 可是你怎么会想要选 男生当好朋友 不是一般的选女生当好朋友 哎 可是好奇怪 幼稚园的时候 真的没什么女生的朋友 而且我都会被女生欺负 嗯 那一定是你走得太近了 跟帅哥走得太近 那可能真的是吧 真的是他们暗恋的对象被我 什么 也不是吧 其实我现在仔细想想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 应该也只是我一向亲友 那当然啊 你看到他的那个脸 像吃到鲍鱼一样 对 就我们那个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很流行什么 一刀两段切八段 你知道那个吗 就是 那个要当朋友的时候 就打勾勾 然后呢 要绝交的时候 你的手就是比两个起 然后十字黏在一起 然后对方就会跟你这样 切八段 手就会这样切下去 嗯 我跟他有切八段过 因为你在 你在 你在课堂上说 他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要跟你切八段 嗯 我跑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刚刚好像很犹豫 我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然后他就说 嗯 我以为我跟你是好朋友 是个秘密 我那个 我现在想一想 他讲的真的是屁话 他原来他从小就是渣男 好渣哦 我以为我跟你是好朋友 是个秘密 我没有想到 你会在全班直接讲出来 他说我的心 他说我 我有心事 我心情不好 我只跟你讲 但是我不打算 让其他人知道啊 然后什么的 就讲得好像很有道理 然后我 当下他就说 你刚刚让我实在是 有一点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跟你切八段 好删心哦 你一定是因为 就是你把他 他就是想说 他总不可能会 跟你在一起的秘密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脑袖成你 怎么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 这个行为就是渣男 从小就养成渣男 这个一定 我不知道其实他 真的想保护你啊 对不对 万一你被人家 放屁啊 放屁 保护我 还给我切八段 你保护我 还给我切八段 哇 真的是 幸福我 那切了之后呢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 然后就莫名其妙 小朋友嘛 过了一段时间 莫名其妙 好像忘了那件事情 一样 又突然跑过来 跟我讲说 我们是好朋友吧 我说是 那上一次那个 就当没那回事吧 然后我们打勾勾 干硬张 我们是好朋友 哇 那你要好好培养耶 每天带两颗糖果 给他吗 我带两颗糖果 怎么我带两颗糖果 国小的时候 是我暗恋的男生 带两颗糖果给我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培养他 把他就是养成性 我才不要培养他 他这个渣男的小子 好哦 好生气哦 我现在自己想这样 才发现原来 他就是渣男 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好好记着 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还记得我小一的 小一的 那还是你比较早 那你记住 我这样真的讲不完 什么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 对啊 你每一班都有一个 对啊 讲不完啦 我给你机会说 你就挑最有印象的说 啊 我有印象的有好多 因为每一段都有很 奇奇啪啪的东西 然后每个都是就是 那个捏裙脚 然后跟人家敬礼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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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还好 好啦就是小一的时候 就是喜欢的男生 他就会带两颗糖果给我 就是我跟你讲说 像前面如果有听的观众 就是奶水的那一集 我就有说 我中午的时候带奶水 我就亮出来 给我隔壁的那个男生看 就是他 他不是最帅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喜欢 他是因为他会带 每天都会带糖果来 给我吃 好哦 你很好收买耶 诶真的耶 对啊你看像前面那一个 人家就跑来跟你说 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吗 你就跟人家说 是好朋友 然后 盖一张 盖一张 然后又是好朋友了 傻眼 我在这里面就设立了 米浆很好片 你的人设已经 已经进行 对 米浆很好片 各位 米浆很好片 然后就是已经其中一个 然后后面就还有别的 嘎嘎真的讲不完 你好扯哦 怎么会这么扯啊 很多的吧 我真的是 看为观止 好啦我在讲一个 我在讲一个很有印象的 就是 诶其实我想到我小三小四 呃 暗恋的就没有什么特色 就可以跳到小五小六 哦那 那小三小四就放我了 哦那很好 那我先把小一 等到另外两个讲完 就是还有一个男生 是他就说他看得到鬼 诶白痴的小一 小一就聊这些 我小一真的是色族很 很广泛诶 什么都遇到很 奇奇怪怪的人 可是小一就知道 哪些是鬼了 我谁知道 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得到 但是他就跟我讲说 他看得到 然后有一次我就分班 就是分座位 然后坐到他旁边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些 然后我们有时候都会聊 到了学校 还有人讲鬼误诗给我听 他说他看得到啊 然后说学校有啊 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 他在中午五岁之前 他就跟我说 他看到了 然后我就很害怕 然后我那天中午 睡觉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就想说 我靠 他跟我说 我们周围有鬼 这谁不怕 我就整个中午 一直在哭 然后我就一直在戳他的肩膀 因为他好像睡得很死 我就想要把他摇醒 然后就想说 他看得到吗 就至少他知道 鬼的位置啊 不要来伤害我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一直摇他 然后他死都不行 就后来午休结束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刚刚我一直摇晃你 然后你都没有起来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在闭眼观察 这鬼的位置在哪里 这是在骗人的吧 这是骗人的吧 我刚刚闭眼的时候 我已经仔细地观察了 他们的长相 你这样很好骗 好哦 好 这什么鬼 就他这个骗人鬼吧 傻眼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 真的比较恰 他也不是因为性格好什么的 但是我会暗恋这个 是因为他真的是 比另外两个长相都还要帅 然后就后来没多久 他就转学 因为他们家就移民到国外去 下来有一个就是 我们班上那个时候有一个 可能过动了的那种男生吧 然后他就很喜欢欺负我 我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然后他有一次下课的时候 他就追着我跑 我就莫名其妙地被追着跑 毫无理由的那种 你确定他是追着你吗 对 真的是追着我 真的是我 我已经绕了好纸圈 然后他就是一直追在我后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越跑 然后他就越开心吧 他就是想欺负 然后他就追着我跑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男生 站出来帮我 好浪漫的情节 他就站出来 他就站出来 然后帮我把那个男生 拉到旁边 然后转移他的地医 然后 就是因为那个男生 就快抓到我的时候 他就抓住那个男生 然后呢 就拍拍我的背 跟我讲说 没事没事 你赶快去别的地方玩 然后就把那个男生 拉到另外一边 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后陪那个男生玩 哇 这个人帅不帅 我觉得他算 他那个时候是 脚翼而已 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全班 算很高的男生 他长的是比较大哥哥型的那种 你看他的行为也很难 就是感觉 就好像要保护妹妹的那种样子 哇 这种可以耶 四八 我觉得这个就 这个才是 这个是从幼稚园到小一的时候 觉得唯一最值得的一个 没了吗 没了 就这三个呀 不然还要多少 再说下去 我就变渣女了吧 你是 一个年级一个 搞不好上架一次就换一个吧 就是还需要 有可能耶 换一个 好扯 我还曾经对女生耶 我还曾经对女生暗恋 就是她的行为 是很中性的那种女生 但她的行为实在太帅了 哦 是她的行为很帅 真的是 很有很有那个当迷妹的谴质耶 但是我真的不是迷妹耶 我没有迷过 很迷过任何一个偶像迷信 那我来分享我的 我有一点忘记是几年级了 我不知道是 我幼稚园的都还记得 我幼稚园的都还记得 重点是我幼稚园又没有爱念过人 我又不是你 你也没有印象吗 那个时候 没有啊 我忘记的是 就是到底是几年级 有点忘记了 但我知道印象中的是国小 然后那时候就是 但是我记得的是 我跟她是同一个幼稚园 但是她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没有暗恋谁 我只知道她是同一个幼稚园 然后可能是因为 就是幼稚园认识 所以就会比较有印象 然后又刚好同一班你知道吗 然后就会 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之类的 就会有注意到她 然后我就觉得你好像是 因为那时候就可能 那种暗恋她嘛 那时候我忘记是什么事情了 就是好像 我跟她两个在那个 下课时间在那个门边 门边讲话 然后是站在那个门框旁边 就只知道那种 学校都会有前门后门嘛 我们那时候好像站在后门 然后就站在门框上面 面对面吗 啊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好浪漫的画面 不是 然后一想到就好笑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 啊我是比较一个 比较一个 大辣辣的一个女生嘛 你就知道有时候讲话 可能会有点 惯性动手动脚 哦 我也会 我觉得这句话 我讲好奇怪 嗯 就是会惯性的动手动脚 然后那时候就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 就是讲到激动的时候 我就 就是 有点娇撑的 推了一下她的头 娇撑 然后 没想到 她直接撞到门框 就是那种娇羞啊 然后就推一下她的头啊 我 不是 我想象不出来 你做娇羞的动作 就是 推一下她的头 结果她就撞到那个门框了 然后她直接 她直接大爆哭 刚刚很坏 我傻眼 我是个大傻眼 我想说不要 她怎么哭了 然后 我想说 我靠 我就想说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我靠完了 然后 然后 我就说 然后我就很慌张 然后那时候 刚好又上课中想 我就走回位置上 结果老师就看到她哭了啊 就问她说怎么了 然后 她就说 她就说 我推她 然后 老师还骂我说 为什么要打同学 我想说 啊我只是推一下她的头 都没想到那么严重 她真的是大爆哭欸 吓死人了 好好笑喔 我一直觉得很好笑 我还蛮夸张的 怎么会这么脆弱啊 然后从那之后 脆弱 说不定自己太暴力 没有 我真的 是娇撑的 娇撑 然后娇羞的 轻轻的 你说你从那之后 就放弃她喔 对 我就觉得 哇靠 这个男生不行 这只羊不行 太夸张了 因为她对老师答应的小报告吗 那时候就是在班上 然后就上课时间了 然后老师就骂我 为什么要打同学 还是你觉得她不行 是她太娇弱 没有 我就是觉得 就是其实也没有到很喜欢吧 就是觉得 玩幼稚园一起 然后又长得还蛮可以的 然后就是 就是心里就觉得 有好有缘分这样子 就是多一点的关注 然后 然后就是可能 那种我也不知道欸 也没有太大的印象 反正就觉得好像是喜欢她吧 好搞笑喔 你们原本是 该上演一部 就是很清新的那种 小爱情片 然后女主角 就很娇羞的 打了一下男主角 就没想到男主角 飞很远的那一种 好笑死 所以你刚刚说 好浪漫的时候 我他妈 真的是受不了 笑到不行 因为米星龙的那个画面 是很浪漫的 一男一女 然后互相站 站在门框内 然后互相对望 我真的是傻眼欸 直接把男主角打飞 真有你的 你说你接下来是几年级的 怎么办 听完你讲的 我都觉得我后面的 不算什么 还是说一下 分享一下 我没听过 没事啊 我小五小六也没什么 就是 就只是男生是游泳队 校队 我国小 我念的国小有游泳队 然后他是游泳队的校队 就是身材应该还不错吧 哦 他是我们 就是你看是小小年纪 但是他是 小五小六就有 肚子就有六块出几眼那种 哦 可以哦 这有什么好看的吗 加上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哦 他是那一种 就跟那个篮球队队长 那种概念一样 嗯嗯嗯 所以听完 听完你讲的 我真的觉得 我的一点都不精彩 没有啊 所以你跟他 没有什么交集吗 有啦 也有坐在隔壁过啦 然后就是 他也是人很好 那种 其实也会互相帮忙啊 什么的 然后 可是 因为我国小 就是 小五小六的时候 被霸凌 也有被霸凌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他没有跟着班上 其他女生 或者是男生 一起霸凌我 但是 他就是他们 那一群朋友挂的 他比较跟他们玩得来 可能是我性格的 就是性格本身的问题嘛 但是 那个时候 全班就在闹说 他们其他班上的人 就有去问他说 你知道米香喜欢你吗 然后他就 怎么他们会知道啊 就是那个时候 女生暗恋谁 什么的 这种东西 很容易就 传出去 然后就 互相讲来讲去啊 什么的 我跟你讲 我国小的霸凌 超精彩 超高科技 我要讲 真的是超高科技 我国小被霸凌的状况 以后可以 跟大家讲 是怎么样一个高科技吧 但总之 就是 班上哪个女生 暗恋哪个男生 其实大家都 心知著名 但是 那个时候 都是 存在一种默契 就是知道 但是不要明讲 可是那群 人就会 去跑去问 那个男生说 你知道米香喜欢你吗 我那个时候 在旁边听到 我超紧张 我想说 应该不知道吧 不可能会知道的 不可能会知道 然后呢 结果她说 然后呢 我知道呀 我知道 然后她就 也没有到我刚刚那个语气 她就是很冷静地说 我知道 然后他们就 当然就 他们 那个时候霸凌我的那群人 他们就有点口无遮拦 就说 那她都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胖到大 她就说 那可是米香肚子那么大一颗 什么的 然后怎样怎样 你不觉得她性格 怎样怎样吗 然后就这样讲一大堆 然后就问她说 你不觉得很恶心 什么的 然后可是她就是 很 很 很淡淡地 就直接讲了句说 不会呀 为什么 怎么会 哇 这样好窩心耶 嗯 所以她只是 所以那时候都坐在她旁边 就有一段时间 坐在她旁边 不是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坐在她旁边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是坐在她旁边 哇 而且那个时候 我的书坏掉什么的 她好像 是个手工达人的那种感觉 立马拿出她抽屉里面的胶带 然后就帮我把书拧好 好好哦 对 所以也是 也是被照顾的那种 米香很好骗 米香 米香很好哄 只要拿出胶带 帮米香黏课本 或者是 拿出两颗糖 给米香吃 米香就会喜欢上你哦 好 好发动 然后还有吗 没有了 我 我小五小六就卡 我觉得她很值得 她值得 虽然长大了之后 我再从 我再去看到她 长大之后的 样子 我就觉得 她不再是小时候 那种 她其实虽然说什么 六块腹肌 好像讲得很粗犷 什么的那种感觉 但是她 是精壮 而且她也是白白 白白的 然后瘦瘦的 然后她跑步超快 也是那种美男型的 很小正态的那种感觉 小五小六 很适合用小正态 这个词去形容她 但是她长大之后就 不行 长歪了 什么鬼 你看看我多歪了 姐会 哦 我 哦 好 就是这样 长歪 长歪的羊 好 那接下来就是 那我还有 还有 我记得还有一两个 但我先说这一个 我比较有印象的 我也忘记她到底是 五六年级 还是三四年级的 因为我就是 从小都是坐那种 安清班的车回家 嗯 然后 因为安清班 我会坐安清班的车回家 是因为那个安清班 就在我家里下面 走路可能只要 一两分钟就到了 所以就是我都会 搭那个车 然后回家 然后 我记得 这个也很好笑耶 我都怎么都会这样 好 然后 就是我在 我在车子 在搭车的时候 认识了一对 也是一起搭车的兄弟 然后 我记得他哥哥 好像那时候是 应该是五六年级 那我应该是三四年级 然后 我记得那两兄弟 就也蛮帅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忘了 但是我 这间是我 英雄 直接暗恋一对兄弟吗 直接暗恋一对兄弟 嗯 嗯 好像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耶 就是那时候 我记得 嗯 这两个兄弟都蛮帅的 然后 那时候 弟弟 我记得应该是弟弟啦 跑来跟我 要电话 我家里的电话 哦 对 那个时候 只有家里的电话 对 然后 那时候 就 我也搞不懂 他要电话干嘛 因为 我 好像也没有 跟他们很熟 但是就是 知道他们 然后 我就想说 要电话要干嘛 但是我 我就还是有给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记点会打给我 我就 哦 好 然后 叫我要接电话 这样 然后我就回家等电话 对啊 就是他就跟我讲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打给我 然后就叫我一定要接电话 这样 然后 当天就是 晚上回家的时候 就是他真的就是 在他说的时间打来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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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我打来 就是他打来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他也不知道 要说什么 然后 就变成 就变成 我们就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 我敲我家里的 呃 呃 就是 不管敲什么 然后他就要猜 我敲的是什么东西 诶 这游戏也不错啊 啊就是 我就是一直敲东西 然后他就猜 然后他猜完了 就换他敲东西 再换我猜 也不错啊 培养感情的一种方法 不是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诶 不过真的蛮两小无猜的感觉 对啊 然后 就这样延续了很多天 然后 中途 中途 他会换他哥哥来跟我玩 就是 诶换我哥 我哥也要跟你玩 哈哈 啊我的天哪 然后就是 其实我们这样 这样的行为 就是玩你敲我猜的行为 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也忘记 你说每天 你是说每天 回家之后就 玩 打电话 然后玩这个游戏 对啊 然后就有时候 可能是我家人接到 就会说有人找你 然后我就去接电话 然后就玩了 也太酷了吧 可是重点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小时候拿着家里电话 讲那么久的电话 然后被我妈骂 嗯 我印象中 那时候好像 都是七八九点的时候 好像都只有我爷爷一个人 在楼下 然后看我在那边玩 好可爱哦 你爷爷一定觉得你很可爱 嘎嘎爷 觉得嘎嘎可爱 嗯 他应该很傻眼吧 可是其实也还好 反正又不是我打过去 哦也对 对 然后就是 后来 就是变成是 不知道 好像就是 后面他们就没打来了 我觉得可能是被他家人骂 因为我们这样玩 至少都有半小时起跳 所以他们家的电话费 应该报了 你们是玩一段时间 是你玩了一个月吗 然后下一个月 他妈 走到电话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应该是 有被他家人制止了 然后总之后来我也没有搭安清班的车回家 我后来都是自己走回家 然后就是没有再联系 就这样 可是你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路上啊 或者是 后来生了国东都没有再遇到吗 有 我知道他们家在我家巷子出去 有开一家早餐店 就是 我之前 就是后来有去那边买早餐 都还有遇到他们 但是那时候 我都不敢跟他们讲话 他们也好像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反正就是都没有 都没有讲话 可是他们家的早餐店是开很久吗 开了很久吗 现在还有开吧 哦 我可能知道是哪一间 就是正路口那一间 是在一个早餐店旁边那一间 所以他有开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开 但是我们家跟他们家 也有 就是之前有一点点互动 就是我妈也曾经在那条路上做生意 然后他们 就是那间 他妈妈吧 应该是他们的妈妈 就很喜欢拿他 他们早餐店泡的那种咖啡啊 奶茶或者是红茶 过来给我妈 然后我妈都很喜欢喝他泡的咖啡 我妈也会礼上往来 然后送他一些东西 但是 你都没有看过他儿子吗 没有印象 没有耶 我只 可能有 就是可能他妈妈骑着摩摩车 带了他儿子 有那种一面之缘吧 但是 没有印象耶 会不会他长大就没有 你一样 就跟我一样 就是国小的那个时候 那么帅 其实有耶 因为后来 真的假的 我国中 国中去那边 买早餐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会看到 就是长得很 很漂亮的 一个男生 可恶 这个外貌协会雷达 怎么会没有找到他儿子呢 好 然后我妈这个老四 要把我跟别人撮合的人 怎么没有撮到他儿子身去呢 找到人家有老婆啦 对不对 可能那个时候有女朋友啦 对 你接下来是多久的 接下来 怎么叫多久 接下来就是我们国中啦 那等一下 我还要再插播一个 你说 我听你说 就是好像也是五六年级的 然后就是 就是有一个半三年约男生 就是他长得也算还可以啦 然后 就是有一天 我们 就是我家有养狗 但是是养在顶楼 然后那时候 我每天下课都会到顶楼去玩狗 然后 就是有听到那种 你知道篮球不是都会碰碰碰的声音吗 对 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暗恋他 是因为我发现他住在我家后面 然后我们有了交集之后 才觉得 喜欢他 他是我们班的吗 不是 不是我们班的 我们没有跟他同班过 他 他那时候是在隔壁班 但是国小是跟我同一班 隔壁班是二十二班吗 十七 十七班 嗯 嗯 哦 好 反正那也不重要啊 然后就是 那时候我每天下课 五六年级的时候 每天下课都会到楼上去嘛 然后我发现他在那边打球 然后我就会跟他聊天 哦 然后有时候可能 我上去没有发现 他没有在的话 我还拿石头丢 丢他的那个篮筐 然后他就会出来 然后就会跟我聊天 蛤 不是 哎 我觉得我好羡慕你的哦 你的暗电怎么都那么偶像剧啊 可是很好笑耶 然后 然后 可是之前 就是 就是我丢石头 他会出来跟我聊天嘛 然后可是有一次 我就丢了石头 就是他妈出了 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事吗 然后我就说 哦 不好意思 那个石头掉下去了 你怎么不好思想 没有啊 就 对啊 就是有点凶 他就说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这样 后来我就没有再丢了啦 就 就 就有听到那个打球声 再过去就好了 而且 而且他 他 他还认识我哥 他有 之前有说还会来我家玩 哦 对 啊可是后来 后来就渐渐 大了 就是高中 高中之后就 也很少遇到他了 然后 长大就 也没有什么 就是 他也不会在那边打球了啊 所以这是 你国小的最后一段暗恋吗 对 真的你的暗恋真的都好偶像剧哦 我的就很荒谬哎 你那个 我的 抓情笑 我只记得这个 为什么我的这么荒谬啊 嗯 你可能本身人的问题吧 你说我这个人本身就荒谬 有可能 太过分了 笑死了 好 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两个 共同的时期了 国中 你说 但是你说 你国中队班上没有暗恋的人是吗 没有 我觉得国中队都好屁 气死我了 但是我现在要在这边讲国中的 我也是很羞耻 笑死 反正我会逼掉嘛 没事啦 国中的话其实 就讲 两个 其实我觉得还算合理的 就一个就是 要不然我猜一下是谁 可是你这样猜不就要讲名字了吗 好吧 那你先讲 我再 好你先讲嘛 你讲了我就知道是谁了 反正那两个其中 其中一个是 他 也是班上很多女生喜欢 就是是长得算蛮帅的 然后 国中的时候好像都特别喜欢坏坏的那种男生 然后他也算是那样子的男生 嗯 这样你应该知道是哪一个 就男生不屁 女生不爱 不是男生不坏吗 哦 好 我大概知道是谁 嗯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是 呃 成绩很好的 是姓罗吗 小罗吗 小罗 不是 那是谁 成绩好的 对啊 反正就这两个吗 你知道我现在讲的有多尴尬吗 小死 对啊 就这两个 但一个当然是他长得 长得帅嘛 然后跟他之间有比较荒谬的事情是 对我现在都用荒谬来形容 嗯 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其实呃 成绩也算是中间上面吧 嗯 但他他就是太屁了 就是坏坏的那种形的 所以他的成绩算是很差的 但是之前跟他坐在附近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座位是在附近的时候 他有让我帮他坐壁过 哦 嗯 但是基于 哎 这个男生蛮帅的 我就帮他了 怎么帮啊 是你的答案给他抄吗 对 那个时候是数学考试 然后 呃 我自己先算完了之后 我就 因为那个时候的考试不是要求 要把你的算数过程跟答案都写上去 算数写出来 嗯 对对对 我就把我的算数跟答案 全部都照抄到一个小纸条上 然后给他 然后他再全部照抄到他的考卷上 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有被抓到 是怎么被抓到的 是因为他真的太烂了 老师根本不相信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那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去补习 有去补数学 然后补习班他们给的那种算数方法不是都会给呃 要怎么形容 就是学校教的是按部就班的那种 就是一个算数一个算数一个算数 然后就这样乖乖的下去 然后可是补习班教的就是比较偷吃布的那种方法 可能这个算是写完了之后 然后你再加上什么东西 就可以跳过中间一堆东西 然后就用一句话什么这个 然后概括 或者是用更快速的那种逻辑算法 然后去写那个考卷 嗯 然后我就是用补习班的那个方法去写那个考试的 结果 那个男生也很白痴 那个男生把我给他的那个纸条写完了之后 他居然就也不吃醉 也不回事灭迹 就直接丢到 我们班后面的那个纸类回收 所以老师还是翻诺诗桶哦 也没有翻 他也没有说什么埋一下 我就说那个男生很白痴 我现在真的是 虽然那个时候暗恋他 但他实在太白痴 他就直接大啦啦就丢在最上面 然后老师就看到 然后老师就把那张纸条拿回去 然后一张一张对我们的考卷 然后就发现那张 那张纸条里面的答案跟算数 就跟我们两个的考卷长得一模一样 但可想而知 不可能是他给我的纸条吧 看那个数字也猜得出来 那个字写都怎么样 对 想也知道是我给他的纸条 于是乎老师就先把他抓去 然后询问了一遍 说这个纸条是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米浆跟你作弊啊 什么什么blah blah blah的 然后后来那个男生跑回来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 刚刚老师找他讲了这件事情 我超紧张的 你看我第一次作弊献给他 然后结果他害我被抓 而且我听到我们被抓的原因 我真的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靠不住的感觉 我快气死 可是他很好的 他很好的说我已经把责任扛下来 我说你是第一次 然后是我逼你的 笑死 甚至也认为他有护着我 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被骂 为什么被骂 当然了 就是即使是第一次 即使是人家逼的 但是可能老师就觉得你明明可以拒绝 然后他就重考了 没有重考啊 那个只是一个小考 好 白目耶 不是 你真的是为了心向人做了 做进了各种事 我想到那个时候 炎也是喜欢他 然后那个时候 我感觉炎也是为了心向人做了各种蠢事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比我还要再更蠢 有吗 他做了什么事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男生都会跟炎拿钱 啊真假的 对 就是他都会跟炎拿钱 然后来花这样子 然后炎都会 炎都会 就是你知道那种画面 就是那个男生就跑去说 哎你有没有钱 然后炎炎就说 有啦 怎样啦 国中的那种 屁啊 你怎么知道啊 我亲眼看到的啊 那个时候他们就在班上也好没有 就是丝毫没有介意大家 就是都看着这件事情 这样子 发生在他们眼前 他们不介意 然后他们就是 嗨蹦蹦 他就是在 他们就是在全班面前 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有看到 好 但是你不知道啊 我以为他 我好像没有印象 对 然后反正他就去问 炎有没有钱 然后炎就说 有啦 怎样啦 然后他就说 那给我 给我五十啊 一百什么的 然后去 福利社买点 炎就说 吼 每次都这样 你自己是没钱的哦 笑死了 你有觉得我模仿很像吗 我还以为他会接受 那你怎么在还我 没有 他可能有讲啦 下一次啊 有没有啦 先给我啦 好扯哦 好啦 给你啦 赶呢 什么的 然后就拿去 机车 这样子 机车 然后就 他 就会 老师跟 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后来有没有还他 反正他每次都会 这样子 跟炎 拿钱去买东西 嗯 你这样我也没钱 哎 你要多少 五十块 五十块借饼剪 你爸都白上了 怎么鬼 哎 然后呢 然后他就 为他做自己的各种事 对 他有告白吗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大家 应该都 已经可以从行为看出 谁喜欢谁 那个时候 大家也很喜欢 各种猜测啊 那你们有没有猜 我喜欢谁 没有 哈哈 哈哈 因为你那个时候 在班上的 作为 好像真的 很难 会有男生 喜欢你 或者是 你 或者是看出 你喜欢哪个男生 哎 可是 就那个时候 就也觉得 你好像没有喜欢 班上的谁 对啊 可是那时候 我都跟男生 他们玩 下班 什么下班 下课之后 就回家玩电脑游戏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 跟他们太好了吧 是应该是 那时候应该是在玩 那个爆爆王吧 嗯 对啊 那时候 又是一位游戏 对 而且我最有印象的时候 那时候 你知道爆爆王 有一阵子是 有一个bug 是可以洗装备的吗 不知道啊 也是 会话吗 这个算犯法了吧 反正那时候 嗯 就 我现在讲出来 会不会有事啊 应该没关系吧 我很怕 就是那时候 就是爆爆王 有一段时间是 你只要花了 买一张点卡 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 用那个bug 利用那个bug 去刷 刷伤成所有的装备 然后都不用钱 然后那时候 他们就 我那时候 好像是因为 我妹研究出来 这个刷装备的方法 然后那时候 我的账号 就是有很多装备 然后他们都会 请我 帮忙他刷 那时候 太酷了吧 可是你跟 你很像 我怕 你知道你这种 状况很像 那个 就是贩毒的 没有 还是你知道 那个 星宿事件 那部电影吗 陈龙眼的 没有 印象 我跟小星星们讲 就是刚刚那个行文 很像星宿事件 里面卖电话卡 什么鬼啊 他是他们 自己叫我用的 我就说 有一个方法 可以刷 然后 我就说 我可以教你们 可是他就说 你直接帮我们用 就是傻眼 可是你没跟他们 收钱 是吧 那也不用钱 是没错 但是 你有这个技术 你那个时候 对啊 你那个时候还不 赚一波 真的傻 没有啊 那时候很多人都会 只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会 反正就 黑历史 逼 先逼掉 太可怕了 所以 所以其实你想表达 是我们班的男生 都很笨 就居然我们班的男生 不会 就我们班的男生 就还蛮 笨的 然后又很屁吧 所以那时候 没有爱恋人 应该是算是正常的 好 没有我想要 差不多一个 我觉得那时候 真的是很特别的 一件事 就是那时候 不是我们每天下课 都是玩包包王吗 我还在 包包王里面 那个 遇到了一个 同校的学长 是不是很巧 然后那时候 那个学长还 我也不知道 他那时候就猜出 我是哪一个 然后就 有跑来跟我 认亲 只是因为那学长 长得不太好看 我就不是很想认 我是不是太坏了 好可惜哦 可是她 她的好朋友 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就有 我就有勉强认一下 所以你的 这个 你的这个状况 又是偶像剧了 只是是那个 男主 可能就是 很丑的 微微一笑 很清晨 哦 这样解释 好像又真的是 偶像剧耶 好尴尬哦 就是男主 丑陋版的 微微一笑 很清晨 哦 天啊 我觉得可能是 对我来说 一点爱吧 她那个 她那个学长 比我爱 所以我可能就 不是很愿意 哦 就跟人家说 女生一白遮三丑 男生就是 一矮就有三丑 哦 好 那你国中没有精彩的故事 可以讲 有啊 就是 嗯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 就是 我会跟 嗯 国中同学 有一个 那时候我们应该是 三个好骂几吧 然后 嗯 就是 每天都在 就是 就是前门后门嘛 我们都在后门那边 蹲学长 这样算吧 蹲 国中时期 就是 就是那个同学 他都会跟我说 哪一班的学长很帅 然后 就是 我只要看到 对我的眼 或者是 我的菜 然后我们就会 一起蹲 蹲学长经过 哈哈 我就还没看到这一趴 那时候 我 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吧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那时候就是 我们几个就是 定时定点 就是下课都会蹲在后门 然后 等学长经过 然后 而且还真的每次都可以我们 被我们蹲到 像那种运动会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 不立社啊 真的都可以蹲到 而且 那女生还很 就是蛮三八的 就 每次她都会跑来跟我说 诶 那学长 我刚才有跟她讲到话 怎样怎样 怎样的 就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 国中都是有一点那种 追星族的概念 是不是 完全不像我们之前那种 沉沉的爱恋 可是其实我们国中 也没有什么社团 然后也没有什么校队 就真的只是某一个 很帅的学长 这样子 我是觉得蛮帅的 就是 她是长得很可爱的那种 就是 有点小奶狗那种 然后就会 就是真的就是 可是她 她也不知道我们在注意她吧 反正我们就是 很三八的那一群就对了 就这样 单方面迷恋 没有 就是只要看到好看 然后就会特别注意 然后就是会互相通知 有没有 就说 诶那学长来了 那学长来了 就这样 你们是那种私生犯还是 没有没有 我们都是 纯纯的小迷妹 哦 后援会 那接下来就是 高中了吗 高中 我们读女校 应该都没什么可以说吧 诶对啊 我高中也是读女校 但是我们班是有很帅的T 可是我没有暗恋她 诶我比较想知道你说 对比较帅的那个女生 有好感 那她是T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遇到的是 小五小六的时候吧 嗯 的班上的一个女生 但是 还是小三小四 我真的忘记了 其实她 我是觉得 有一些女生 她就是有那种中性 比较 呃 像男人一样 就是有一种形容叫 杀 又杀又杀 对对对 对她只是行为那样子 然后就觉得 互动起来就觉得她很帅 那个时候只是一小小一瞬间 就是 的那种案例 心动 唯心动 对 唯心动 嗯 但是心里又想 不对 她是女的 我那个时候很确定 我的性向 是喜欢男生 哦 性向正常 就是 好 对 所以我就只是觉得她很炸 然后就跟现在看到很多电视上的偶像 或者是 或者是 你 你心啊 那种女生就是会 又杀又 就是觉得好 对对对 还是会觉得哇 有时候 有时候真的女生帅起来没男生什么事 嗯 真的 那你后来 接下来是哪个时期的 拜托 我都说了 我每换一个班级 就换一个 但是高中没有啊 那接下来咧 哦 大学啊 可是好奇怪哦 我大学真的对班级的男生没有暗恋 我现在 你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 没有 哇 好失望哦 那你有吗 我有被暗恋的经验 你有吗 那个也不算暗恋了吧 那算追求吗 反正就 就突然有一天 我大学的时候是那个 护班呆 反正就有职务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反正我都打混 然后 就是那时候 就是基本上 同学都会有我的脸书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天天 天天蜜我 然后 我就觉得很烦 你也知道 我的个性是那种 如果我遇到那种 不是很喜欢的人 或者是 我就是 我很懒得social 然后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吗 然后 要干嘛 然后 他就 他就 直接跟我明说 他说他 他喜欢我 什么的 然后反正他就是会 各种 各种想要 找 事情来跟我讲话 然后 我发现我都很 回得很冷淡 然后 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 他都会各种 想尽办法 想要接近我 然后我就是 拉着我朋友 赶快逃逃逃 那时候就是 他在私讯的时候 我想说 好 我就有耐心一点 他说他喜欢我 我给他一个机会嘛 我就是先聊聊看 然后 但是我后来发现 他真的 好烦哦 他知道 你知道他那时候是 没话题聊 因为我都会据点他 然后没话题聊之后 他每天就找一则笑话 来跟我玩 就是 每天找一则笑话 来给我分享 然后 有些笑话 我是真的笑不出来 然后我就 我就会敷衍他 然后 就是我有印象 有一次就是 跟大学同学 就是约说要去 那个 逛夜市 然后那时候就是 有他的朋友 也有我的朋友 反正都是大学同学 然后就一起去 好 那时候 我们就好像在等 其他同学 他就说 要不然我先 我来表演魔术给你看 可是那时候 我的朋友 还在我旁边哦 然后我就说 我不用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啊 看一下嘛 然后 我说 那不然你跟我朋友 就是用他 因为他跟我要手 就是手要给他 我说那不然 你跟我朋友要好了 然后我朋友 就把他手给他了 然后他就是 在那边表演魔术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好厉害哦 就拍手拍手 然后就敷衍他 好感到 然后就 就这样 就是他会 常常要变魔术 给我看 因为后来他真的是 每天就是 真的找不到话 跟我聊 他就是一直分享笑话 给我 我就觉得很烦 然后我后来实在受物料 我就跑去找研 我就说 哎 你弟 有在用脸书吗 然后他说应该有 我好像碰到这一段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弟弟 讲好说 就是在脸书 挂文胶 然后他就非常伤心的 来问我说 是真的吗 然后我就说 嗯 对 我 我还刻意 就是 有 有演戏就对了 就是可能 去他脸书 按赞啊 或者什么 会是出门 会标记他 什么的 哦 嗯 然后他 他那时候还跑来 问我说 是真的吗 我就 哦 对 真的 没有 在这之前 我是有 我是有明确告诉他 我不喜欢你哦 我不是那种 就是 就是 我完全没有跟人家讲清楚 让人家一直来追我 对 就这样 那这个也算是他暗恋你了 嗯 是暗恋还是迷恋啊 就 反正你就 我觉得是暗恋 因为好像暗恋 其实就是 单方面的 哦 好 还是说叫斑恋 哦 他断恋 你可以 他断恋我 好 我的故事没了 就这样 怎么了 你的真的都好偶像剧哦 好好哦 所以我就说 我的 我就是我的 嗯 我的 我的这个 这部剧里面 我是一个主角 对吧 真的 真的 你就是 各种 我的人生的主角 笑死 好好 我真的比我捏情角的 那个好多了 可是我觉得 你捏情角的 那个真的很爆笑 哎 你怎么会这样 幼稚人吧 不要这样子 你头被你们夹到 不是 哪有来的 ideal 你看太多啦 啊不就还好 你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必学其言哦 搞不好你还会跟他演戏 是 Let it go Let it go Do you want Do you want to be my boyfriend 好 好好笑 你可以 你以后可以用这句话去 去对你爱恋对象说这句话 我觉得蛮好笑的 很有根呢 这种羞耻 这种羞耻的事情 应该只有幼稚园的时候 做得到 重点是 你还若无其事的 回到位置上 没有 其实我做完那件事情之后 我有 我有觉得很羞耻 好 那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没有了 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 也很少在 暗恋了 对耶 就是出了社会 就是 比较少这种 纯真 可爱的 嗯 嗯 而且也确实 暗恋是比较 常出现在 就是青少年 那个时期 懵懂无知 但是我却是 从幼稚园就开始 因为觉得 蛮厉害的 太早熟了 哦 真的太早熟了 嗯 就是 你可能对那种 感情这一块 发展得比较早一点 何止早 我觉得超早 哦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 那么多 暗恋的小回忆 小星星们 有没有什么 很报秀的暗恋经验 可以留言 跟我们分享 我好好好奇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捏裙脚啊 应该是说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这么罗曼石 对啊 好羡慕哦 偶像剧般的暗恋回忆 哦 真的 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我还蛮想知道的 欢迎大家来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到这咯 那喜欢听小宇宙聊天的星星们 欢迎到各大平台聊天 那喜欢 喜欢听小宇宙聊天的星星们 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哦 然后 想跟刚刚跟米姜聊天的星星们 欢迎留言互动 没错 想骗米姜的也可以来骗米姜 米姜很好骗 平时骗一下 那邀请大家给小宇宙五星评论 然后让小宇宙有更多的星星 小星星 小星星 我是宅宅 拜咯 我是米姜 拜咯 拜拜 拜拜